欢迎回到新台湾星光大道 陈信瑜的这个状况 现在真的成为台湾社会里头 非常高度关注的议题 那在陈水扁的119求救信发出之后呢 台北市政府也审慎的评估 到底这个陈信瑜他们家 算不算是高风险家庭 那这样子的一个评估动作呢 内政部在印媒体的询问之后也说呢 这个个案要不要去关怀访试 是涉及社工专业的评估 所以由社工专业来决定到底要不要去 那台北市政府正在审慎评估当中 这一个动作呢 被民进党的市议员解读为政治最少 甚至公开质疑说你是不是神经病 甚至公开质疑说 你有没有能力保护你的儿子 我连社工社会局儿童局都会出来配合政府追杀 然后全面满门操长这样的一家的话 我真的觉得我也在这里建议 赵一安和陈信瑜必须要远渡重洋 反而发生什么事 冷血无情 你根本就是关怀蓝的不关怀绿的 所以现在只要任何问题 只要你心里存有定见 这一面看也对那一面看也对 但是你做对啦 他这面看你说 我说蓝绿这真的很不好 我说蓝绿的不关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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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蓝绿的不关怀绿的不关怀绿的不关怀 我说蓝绿的不关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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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